大家好 我们继续分享圣经 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 耶稣是一个笔 是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亏心 说母城里有一个官 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 常到她那里说 我有一个对头 求你给我申冤 她多日不准 后来心里说 我虽不惧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这寡妇烦扰 我就给她申冤吧 免得她常常来谴摸我 主说 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神的选民 昼夜呼吁她 她纵然为他们忍了 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申冤吗 我告诉你们 要快快的给他们申冤了 然而 人子来的时候 遇到一件事上有信德吗 那么耶稣呢 又用一个比喻 跟大家讲这个天国的道理 天道法德 那么这里要讲的什么呢 就是耶稣所创造的 就是要祷告 那么 祷告什么呢 今天 大家也没明白 其实祷告就是 跟自己的内心去对话 跟真正的自己 跟自己的天赋 去对话 像谦卑虚心的 像自己的天赋 去请教如何做人 如何明白道理 道理是什么 是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了 你不能指望说 啊 我 一次 两次 十次八次 千次百次 就能 把这个天赋啊 这个神啊 自己这个内心 良心良知调动出来 那也不现实 那当然了 也有时候放眼 独刀 立即成 所以说 那就是很 那种可能性 是有相当于 我们真正的自己 传播到 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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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源 那还是存在 这种可能性 尽管 无限 无限的 源 但是呢 还是可能存在 那么也就是 那么一个意思 用我们在这个物质 时间的话 说就是几乎不可能 当然了 几乎 几乎有那可能 实际上是一样的 就是 那祷告呢 是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沉寻 这个物质当中 不是一下子就 咕噜跳进来 就就沉寻了 我们一跳进来的时候 也是圣明的 婴儿的时候 在娘肚子的时候 甚至从娘肚子 就都出来 那也是圣啊 带着那个圣洁的 本性来的 因为还 尽管多多数数 已经被这个物质的 红尘所巡染 比如说 免费的建筑材料 自己建造自己的 这个身体吧 那么慢慢的 沉寻的 所以呢 我们祷告 要把自己 尘封了的良心良知 密封起来的天赋 真理真相 我们那个 本来就知道的 因为是我们 同意并且说的 能把它开挖出来 那么也是一点一点的 这个 去认知 你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什么都没有 就像我们种庄家 挖矿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 你不能指望一下 它种下去 马上就长出来 那可能要摸索 种植的经验 完了以后 才一个完整的 这个种植套路 种植的计划 第二年可能 那我们挖矿也是 去挖的时候 那不一定就挖得着吗 你就挖得着 一点一点加深 一点点 才能挖着 那我们祷告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耶稣 就是说 大家不可以回心 你可能问自己 一次啊 这个事应该怎么做 真的找不到答案 真正符合道理的 符合平等的 确实找不着 但是你要 恒久耐心 坚持下去 所以呢 他告诉大家 不要灰心 那他用什么比喻 讲的呢 说有一个人啊 不相信神 也不尊重世人 是什么意思呢 用今天话 不相信神 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死了死了 一副滚刀肉的样子 反正我就这么一块了 无知无畏 乱来 但是呢 他有权柄 他也不懂得 什么尊重人 就是说白了 就是一个 现实版的 真实的魔鬼 也就是一个混蛋 但是呢 他有权柄 他有能力 很强大 至少是很强大 在这事 只有一个官嘛 官呢 那就是自然 有权力了 那么 有一个寡妇呢 藏到他那里 就跟他唠叨 说我有一个对头 求你给我生缘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有一个人 老是来欺负我对头吗 就老欺负我 你一个寡妇 弱小嘛 往往 没有男人的支撑 别的外在的势力 那可能就欺负 占便宜 做不平等的事 那么他当然觉得自己委屈 就求这个官啊 去给他主持公正 还自己一个公道 那么 结果呢 他不准 那很狂傲的 现实版的魔鬼 无知无畏 天不怕地不怕 什么 干什么都是随心所欲 怎么舒服 怎么来 但是呢 老是 不答应 意思 你那点小事 我是什么人 我是有权力 有权柄 有强大的人 那么 但是呢 这个寡妇呢 不停地去跟他讲 不停地去找他 后来他就 心里想 我虽不去发生 也不尊重事 只因这寡妇烦恼我 我就给他声音 把免得他常来 缠络我 那为什么最后 他他他有所改变了呢 就觉得 我是什么都不怕 天不怕地不怕 我有权柄 啊 嗯 我强大 什么都不怕 就是 我很强大 很牛 但是呢 遇到这 这个寡妇 他老来 这个 烦恼我 我还就给他 就是管他一个公道 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啊 他有这个权柄啊 强大嘛 免得他常来缠络我 免得他由老人来 磨磨磨磨磨磨 那所以呢 这个 这个官呢 就给这个寡妇 申了冤 还了他一个公道 把这个事给他摆平了 处理好了 说起说 就用平等的法则 就处理了 那么耶稣在那 打这个比方的意思呢 就说有这么一个人 他 这个 最终啊 把这个事 就给他 摆平了 当然 那么这里头 隐含一个的意思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 也有认知 就是《道德经》里头 所讲的 如若胜刚强 一个寡妇 最弱小的 成年人 闹闹三十 一个弱小的 头儿带女 一个人 又是一个女人 很弱小 没有什么能力 那他唯一的办法就是 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 柔弱胜刚强 只要功夫真 调 调触摸成真 说一点一点摸 那么什么意思呢 潜移默化 我们去祷告也是一样 刚开始未必有什么收获 能够见到天父 能够明白道理 能够 这个 懂得 这个 如何做人 那不一定 那要慢慢来 那么 这个 过程 中外老祖宗认识的都一样 像水一样嘛 水是柔弱的嘛 但是能滴水潘石 一点一点的 只要动 就有希望 你不动那没办法 那么就告诉大家 这么一个道理 那么 主说 这个主说呢 在这是后人 提笔作主之人 把耶稣称之为主 主是什么 就明白道理的 那个本 就是神 就是天父 就是真理真相 就是良心良知 那么在这用主呢 通常是所属 这意思 那么在这呢 是后人 因为耶稣 反过来揣摩 琢磨 思考耶稣讲道 认为耶稣 就是基督圣人 先知 而明白道理 是一个圣前 所以把他称之为主 也不会过 当然这也不是说 这个主是后人封的 但是我们就认为 就是耶稣 那么耶稣 接着讲 你们听着 不义之官 所说的话 神的选民 你们就是 你们听听 这个不义之官 不懂道理的 一个混世魔王 但是他强大 所说的话 那么就 展明了这个道理 就是自己的天赋 自己的良心 也是在自己 长久坚持 恒久忍耐的情况下 那么也会 向自己 慢慢去显现出来 我们尘封的时间长 能挖出来的时间呢 也需要时间长 这种所谓 海水不是 一下子就变浑浊了 那把海水清洁 也是一样 要一滴一滴的 浑浊 一点一点的去昏暗 那么最终清洁 也是如此 都是一点一点来的 不可能一下子 那有没有可能性 有 可能性小 所谓不可能 就是可能性小 不是说 没那个可能 那么 其实呢 我们认可一个神 一下子 在真正意义上讲 把海水全部 清洁起来 都可以 当然了 因为这有滚滚红尘 物质在里面 那么 要做到这一个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这样做到 没有什么挑战性 因为我们道路 就是慢慢来的 你再一下子回去 统一了 统一了 自想一下子 也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要做 叫大家听听 你看看 这个 不义直观 所说的话 他都有这种想法 一个混世魔王 强大的人 不懂道理的人 无知无畏的人 都知道 都经不起这个 软磨硬泡 他当然没有硬了 你还能 反复的去祷告 反复的去唠叨 那么神的选民 就是神以后 要捡钱的人 能够明白道理的人 就是 神的选民呢 因为实际上呢 任何一个相信 神的国 神的道的人 就叫神的选民了 因为这是后人 所认为的 而耶稣嘴里 讲出来的神的选民 就是神要拣选的 那些能够 还有希望啊 能够明白道理 成功做成人的人 但后来呢 大家认为 所有相信神的人 都是神的选民 这样是一个广泛 泛泛的概念 那么在这呢 也是后人 把这个词加进去的 那么耶稣就只是 讲相信神的人 而不是说 神的选民 这就是 一些人 提笔做书啊 就这种 潜移默化啊 某国边界 用这个词 代替那个词 慢慢的就把一些 概念 一些理念 就给改变了 我们这个一定要谨慎 昨天碰到 读里天文章里头 有这么一句话 说某个人 没有人写的 某个人为什么受教育 就是 要能够受教育的目的 就是能辨别 这个世界上的 胡说八道 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走通 其实人就这样 胡说八道多了 那么这也是 这个神的法面 实际上也是其中之一 大家自己去揣摩 自己去印证啊 那么耶稣 打这个比方 就讲啊 相信神国的人 神天国福音的人 相信天道法则 相信真理真相的人 那么这个真理真相 纵然让他们多使 就像耶稣来了 耶稣都是代表真理真相 那是明心见性 神人合一啊 基督啊 那么多使 总不终究给他们申冤吗 不还是要 传他们一个公道呢 当然这句话是一语双关 一个是呢 他 真正自己的天赋啊 真正自己的这个天赋啊 神的选民嘛 那么就是神 自己的神 自己的良心良知呢 最终不还是要 在自己的 呃 嗯 神之间有什么选择 那么在这 耶稣就接着讲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快快 再给你们申冤了 实际上就是对我前面讲 说他是 有一语双关嘛 就是 众不众众给他们申冤嘛 就是这个神啊 真正正正正的 显示出来 那么 是我们看到了 祷告的结果 那么 我告诉你们 要快快的 给他们申冤了 就意思呢 天国尽了 啊 这个所有世间的 物质间的一切不平等 最终都要会 得到 解决 得到申冤 得到还一个清白 还一个 公道啊 因为什么 为什么天国尽了 人就那一 一百来年啊 这个三万来天啊 你这个过程过了啊 就快快的就 就给申冤 不管是谁 都摆脱不了这个 那么 所以呢 他就把钱面送不掉 就给他们种牛神员 就是进行了一点试权 但是耶稣也来了一个 但是人子来的时候 在这人子呢 也是代表主 也是代表耶稣 也是代表基督 他自己的内心 真实的感慨 什么呢 人子来的时候 就是我来的时候 我在这里的时候 遇的一件事上 有信德吗 信 从某种程度上 你相信真理 就是一种德 啊 所以叫信德 当然你相信的 不是真理 那叫无德嘛 信无德 那么究竟你相信的是真理 还不是真理 你要就是通过祷告 跟自己的天赋 跟自己的良心良知 跟自己的唯一的真神 去对话 向他谦卑下来 虚心的去吵架 那么你就能够 找到真理 找到真理 你要去相信 信真理 真正的真理 你就有德 那么 耶稣来跟大家唠叨叨叨 念念叨叨 唠叨这么多真理 又是大比喻 又是 现身说法 用尽各种各样的法 跟我们传扬天国的福音 讲天道法则 分享真理真相 真正信的 没几个 所以耶稣才由此感叹 然而人子来的 手艺的眼事上 有信德的吗 真正相信的吗 好多人呢 就是耶稣打了个比喻 撒在路上的 岩石上的 撒在井基里的 当然又撒在豪土 地图里头的 很少 那么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说 自己的良心良知啊 你用不着去外求 你一件事情怎么去处理 生活当中遇见了 人跟人之间就是互动 相互扶持 走人生的嘛 本来是一个整体 就是大家相互帮助 相互扶持 相互去 感恩 相互去付出 相互贪腐 滚滚红尘啊 跟我们灵界 不打扎的 但是对灵界 灵性的 这个神 影响很大 往往被物质 会被物质所蒙蔽 那么 我们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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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自己天赋 跟自己祷告的时候呢 就是谦卑的 跟自己去讲 真的 你不明白 不明白 接着问 这个事应该怎么说 算是刚开始 纠结 这么处理 觉得 不合适 那么处理 又觉得还有问题 为什么呢 又觉得 这么处理 好像有道理 那么就 这就在这种反复之间 久而久之 就是 老祖宗和合的 铁锁莫成真 这个 这个 敌飞喘尸 你就可以发现 说你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 你就说 真的 你否认自己的良心良心 自己的真神 自己的天赋 我就说 哪些别的户 照着自己心窝的户 你到底不明白 你忽一遍 不能忽两遍 其实呢 都会出来 只要我们有 坚定的信心 有耐心 你自己会告诉自己 究竟这件事情 怎么处理 怎么去对待合适 都会告诉 那对待合适的 就是自己的良心良知的显现 良心良知就是对的 好多人 由于做错了事 不愿意回改 怕见自己的这个良心良知 因为自己良心良知 就感觉自己做的不 不光彩 不露味 就感觉到自己就不安 因为自己良心 对自己有谴责 为了使自己的安慰 心里安 睡觉舒服 等等的 只好自己起来 否认良心良知 否认天赋 否认神的存在 就像这里头的 这个人 不相信神 也不尊重 是无知无畏 老子为大 唯物主义 等等这些 统统都是这种 人的一种体现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